美国总统奥巴马26号向国会提交下一个财政年度 以2010年度联邦政府预算报告 并承证承诺努力削减财政赤字 报告主要涉及金融救援、医疗改革、税收改革和国防领域几个方面 总金额高达3.55万亿美元 这份预算报告要求增加2500亿美元印记资金用于救援金融店 奥巴马曾表示金融救援需要政府投入的资金 可能比现在已经得到国会批准的数额还要多 医疗改革方面 奥巴马提出在未来10年筹资6340亿美元 作为实施卫生保健体系改革的第一笔资金 改革目标是将卫生保健覆盖面扩大到每一个美国人 这笔资金的一半将来自向高收入阶层增税 另一半则来自缩减政府在公共医疗补助上的一些支出项目 在战争开支方面 奥巴马要求追加2055亿美元 用于本年度和下年度的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开支 再加上实施经济次举计划和金融救援措施的费用 报告估计政府财政赤字本年度将达到1.75万亿美元 未来两年还将保持在1万亿美元左右 2013年减少到5330亿美元 按照美国法律政府预算报告必须得到国会批准 鉴于美国民主和共和两党目前在国内经济政策上存在巨大分歧 预计这份预算案在国会将遭遇重重阻力